根據111人力銀行調查 超過八成的企業有績效考核制度 在指標方面分別為工作態度 個人工作績效 工作配合度以及出缺情 有些企業呢 他們的考核上 大概會有八成會考 就是綁在年終 那這個通常基地的指標 就是除了說這個年終獎金 的考核評比之外 另外還有所謂的激勵獎金 當然升職加薪 這也是各項的重大指標 記者會當天也舉辦 2020年最感人工作貢獻獎頒獎典禮 現場超過250人參加 包括11類近50位得獎人出席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獎項的表揚 來激勵社會 來加入這個正能量 鼓勵善循環 那也希望說 可以善盡我們的社會企業責任 就是在每一個個人 自己的位置上 公益是可以成為生活 那我也非常感謝111人力銀行 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讓這些善的這樣的一個舉動 能夠讓更多人看見 如果我要陪伴家福的小朋友的話 勢必要有一個常態型的服務 可以走入他們的生活 然後有點像是 不是以社工的角色而已 而是以一個教練的角色 進入他們生活中的時候 他們跟你的信任感會比較的密切 然後會跟你的互動會更加的自然 許多長官委員之現場 共襄盛舉力挺得獎者 讚許他們兢兢業業的付出 也期許2021年有更多的參賽者 讓我們看見台灣更多的感人故事 ETV媒體中心參與我了